而在南区浊西湘公所的部分 也不懈怠在各个部落设防疫站 对履外返乡族人来量体温 民众没戴口罩量体温发烧 是不可以进入部落里头的 共同严守各个部落的防线 不管是机车还是汽车 防疫人员都在路口拦住 实施量测体温 实名制登记 酒精消毒 这是浊西湘公所设置的防疫站 为了不让病毒危害到部落 公所在11个村落设置防疫站 由公所派驻人员以及志工来实施 我们在全乡11个部落 设了11个的检疫站 特别是由伦山 绿山 还有太平 中平 浊西 浊乐 清水 白端 古风 伦天 石平等11个部落 我们设有11个部落的检疫站 主要是希望说 反正主要是村民进出 或者是外乡人士进到我们的部落 都要再拦检做一个体温的量测 还有确认有没有戴口罩 以及实名制 希望说这个政府要求的一个动作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规定来进行 另外也针对旅外学子 以及返乡的民众特别呼吁 非常时期先暂时别回到部落 等到疫情缓解之后再回来 也希望说我们也呼吁说外乡的人口 人士就是没有必要的话 希望说这个时间先暂时不要进入到我们的部落 也配合政府的规定是避免这样移动的 来把这个病毒或者来散播到部落里面 新冠肺炎 疫情持续升温 各级防疫升级 主席乡工作一点都不懈怠 各部落村长也都广播所有部落内的公共油气设备 以及设施一律不开放 共同来严守各部落的防线 记得高充双主席乡采访宝董